知名知识产权专业律师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师资库培训专家 北京京城东达所高级合伙人陈浩老师 他将告诉你商业秘密维权有哪五种途径 商业秘密民事侵权诉讼如何操作 商业秘密刑事诉讼如何操作 商业秘密侵权如何抗辩 让你一学继统快速成长 OK 掌声有请陈浩老师 大家好 这里是点金网 我是陈浩 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是 商业秘密维权与抗辩律师攻略 一共分12章 下面我们先进入第一章 国际商业秘密的立法变化 那么先看一下 国际商业秘密立法变化有哪些特征 第一个话题是商业秘密保护的起源 在早期的商业秘密 最早能够追溯到奴隶社会 在奴隶社会的家传绝技 主传秘方 这个是私有自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在生产实践当中 有的店铺通过长期的积累 逐渐形成了家传绝技 主传秘方等技术诀窍 通过密布外传等自我的保护措施 来获得竞争的优势 这个是早期的商业秘密 你比如说某一个药的配方 你比如指蛇毒 这个药除了这家以外 其他的人都达不到他的良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通过自己家族的传承 你比如指在自己家族范围内进行传承 来给家族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 这个是中外最早期的商业秘密的保护 在古代奴隶社会 也就是古罗马的奴隶社会当中 已经立法对于诱骗 胁迫他人的奴隶 泄露奴隶的主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可以提起诉讼 请求损害悲伤 这是在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奴隶社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外古代都已经有了商业秘密保护的萌芽 那么近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秘密 最早是进入19世纪以后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商业秘密的内容 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的丰富 另一方面盗窃商业秘密的手段 也随着竞争激烈而日益复杂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工业社会的发生 发生在什么时候 19、18、19世纪 发生在哪些国家 最开始是英国 然后到欧洲 然后到美国 然后遍及世界各个地方 那么关于商业秘密的保护 也最早始于英美 所以说在19世纪特定的背景下 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通过判例 确立和发展了 现代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的基本框架 它这个是通过判例的这种方式 跟中国有一定的区别 中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 是通过立法的方式 给予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知识产权 以保护 那么从19世纪 为什么是19世纪啊 资本主义巴掌的早于19世纪 那么为什么商业秘密的保护的立法 是从19世纪才开始的 因为随着商业的交流的日益密切 整个世界日益连接成一个密切的 同一市场 那么这种情况下 商业秘密的价值就大大的提升 需要国家层面通过立法 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与打击 在这个基础上就发展出了 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秘密 法律保护体系 最早是在英美等国家 也就最早产生于什么法系啊 英美法系 这个推动了商业秘密立法 向成文化统一化和专门化的发展进程 那么商业秘密呢 在世界范围内 有以下几种保护的形态 第一种是通过民法典的方式 包括侵权行为法 包括合同法 予以保护 这个呢 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状态 为什么 因为商业秘密 是属于大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内 而知识产权一般情况下 也纳入到民法典的保护范围 所以说呢 通过民法典的保护方式呢 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采取的保护方式 另外还可以通过 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予以保护 因为商业秘密是什么 商业秘密虽然既可以为个人所有 也可以为企业所有 但是更多的是为企业所有 为什么 是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自己的商业秘密 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一般像这种技术等 商业秘密放在个人的手中 那么很难去创造太高的这个价值 通过企业才能够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 产生了产品 产生了服务 为企业赚取了高额的这种利润 那么才推动了市场经济的这种发展 但是一旦商业秘密成为企业核心的这种价值 那么在外界它的竞争对手 很多都会寄予它的商业秘密 通过窃取以及其他不正当的方式 来获得竞争同行的商业秘密 这个时候呢 它就违背了市场的正当的竞争次序 那么需要通过什么 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予以保护 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保护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 是最近几年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趋势 就是随着商业秘密的日益 重要 无论对国家 无论对企业 越来越体现它的核心的价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其他的资产权 所以说国家层面上感觉到 有巨大的需要通过专门的立法 对商业秘密来进行保护 包括技术秘密 经营秘密等多个商业秘密 这个是最近几年世界范围内兴起的 也就是通过为商业秘密保护 制定专门的法律来予以保护 另外一种 也就是打击力度最大的 是通过刑法来进行保护 那么通常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是构成民事的侵权行为 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么就构成需要承担 也就是它的恶性很重 对于社会 对于市场的正当的竞争秩序 有比较大的危害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通过刑法来对 商业秘密进行更进一步的保护 这个时候就在刑法的法条当中 设立一条或者是多条法条 重点保护的是商业秘密 从而通过商业秘密的保护 来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 这个打击力度是最大的 为什么 是会可以把对犯罪嫌疑人 采取强制措施判刑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要进监狱坐牢 那么限制人身自由 这个打击力度是要超过 民事的违法 违权的这种行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刑事的打击力度最大 但是大家都知道 刑事打击力度大 一般情况下 轻易不通过刑事来继续保护 为什么 因为它的打击力度大 所以说如果过于偏重于刑事保护 那么有可能从另一个倾向 来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 那么竞争对手之间 有可能滥用刑法 对商业秘密予以过分的保护 通过这种方式打击竞争对手 所以说啊 日常的商业秘密保护 常常是通过民事保护 行政保护和刑法保护 予以结合来对企业的核心商业秘密 予以全面的体系化的保护 这是商业秘密保护的主要形式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 商业秘密的立法 最近这些年 五到十年 世界范围内有哪些变化 我们就举三个国家的例子 来看一下 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动态 这三个国家分别是 美国 德国 和日本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商业秘密的立法 美国的商业秘密的保护 从判立法到成分法 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也是世界上最早对商业秘密 进行立法保护的国家之一 那么在美国商业秘密的定义 中指出 商业秘密是要具有秘密性 吸引性 具体性 持续的用于营业上 能够为石油者带来竞争优势的性质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具备了我们现在各个国家 通常的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要特征 你是商业秘密 那么很显然 你是要有秘密性的 你是要不同于其他的信息 那么你必须要具有吸引性 你的保护本身是要清晰 能够把握 所以说你要有具体性 当然因为它是商业的秘密 所以说一定是要为商业的运营主体 持续的带来经济上的利益 这个利益可以是直接的 间接的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利益 那么统一商业秘密法 对商业秘密 这个同样是美国的统一商业秘密法 对商业秘密的界定是 商业秘密意为特定的信息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商业秘密是什么 它不是实物是信息 包括方式 样式 编辑产品 程序 设计 方法 技术和工艺等 那么需要具备呢 由于未能被可从其披露和使用中 获取经济价值的他人所公知 且未能用正当手段 已经可以确定 因而具有实际 或者是潜在的 独立的经济价值 那么从第一点就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要求处于保密的这种状态 第二呢 是要有实际的 或者是潜在的价值 实际的独立的经济价值 也就是现在已经能为市场经济主体 带来价值 潜在的独立经济价值 是指能够在 未来给市场经济主体 带来相应的经营价值 第二是在特定的情势下 已经进到合理的保密努力 商业秘密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你一定要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 来对你的信息予以保护 保护的目的是干什么 不要被其他人所知道了 不要成为市场上 尽人皆知的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 第一就不属于商业秘密了 第二国家层面上 就不再给予你保护 这是统一商业秘密法 对商业秘密的界定 那么相关的 哪些行为需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一是以不正当的手段 获取的商业秘密 第二违反信赖义务 泄露或者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的 第三明知商业秘密的存在 以及第三人是以不正当 或者违反义务索取的该商业秘密 从而第三人处获取的商业秘密 第四是获取商业秘密后 知道其为商业秘密 以及他人的泄露行为 而将错就错 大家可以看这几个是区别 第一个以不正当手段 取得商业秘密 这个因为我们商业秘密侵权 一般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取得商业秘密 第二个阶段是使用商业秘密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 第一个行为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商业秘密 那么表示的是什么 你取得商业秘密本身 这个手段就是不正当 不合法的 那么你使用了 那么很显然是不正当 不合法了 还有第二 违反信赖义务 泄露或者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的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与第一项的区别 违反信赖义务就是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基于信赖而将商业秘密告知于你 可能是因为你是他的员工 可能是因为你是他的合作伙伴 不管怎么样 都是基于信赖而告诉你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知悉商业秘密是基于什么 基于正当的手段 为什么 权利人信赖你 你获得商业秘密本身是正当的 是基于信赖关系的 但是你不正当的使用了 泄露或者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 那么第一项是有区别在哪 第一项获得商业秘密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第二项获得商业秘密是合法的 但是使用是不合法的 第三是名字第三人是不正当手段 或者是违反义务索取 那么常常出现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你比如说你招聘了一个员工 这个员工使用了商业秘密 很显然它是违规的 那么你作为企业的负责人 基于你通常的商业判断 你应该知道 他这种是用不正当手段 或者违反义务的方式 获得的商业秘密 然后你从他那个地方 获取了商业秘密 这个时候 你因为有明知这个情节的存在 所以说你也是侵权的 那么第四项 就是获取商业秘密之后 知道了这个商业秘密的泄露行为 是非法的 而你继续使用这个商业秘密 也就是一开始 你获取的时候 可能是你善意的 但是你在后边的某一个时间节点 已经知道了这个商业秘密 本身获得的手段是不正当的 那么你继续使用 这个时候你就从善意的变为恶意的 那么你的行为是什么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那这个里边规定了 获取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不正当手段 包括盗窃 诈骗 未经许可 截取 通讯 引诱他人泄密 或者故意参加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 以及其他手段 其本身违法 或者在案件特定的情势下 构成违法 这个都是不正当的手段 那么最后一句是正当手段 排除了 自主开发 分析公开渠道 获得的产品 或者信息 这个是合法的 不构成 不正当 获取的手段 也就是说 你通过自主的开发 通过分析公开渠道 获得的产品 或者信息 你窒息了他人的商业秘密 这个是一个正当的行为 即使你获得了与权利人同样的商业秘密 也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 是一个正当的获取行为 合法的 法律与保护的 如果权利人起诉你商业秘密侵权 法律会驳回权利人的注重请求 那么侵权行为法 第一次从注重 明确了侵犯商业秘密的救济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有权要求适合具体形式的单一 或者多种救济 救济渠道 第一是对过去的损害的赔偿 然后取得禁令 预防因未来披露 或者不利使用造成的损害 第三得到以违法者利润计算的赔偿 第四让违法者交出包含秘密的 有形物品设计图纸 以便销毁 这个里面规定了多项的救济手段 主要包括 第一金钱的赔偿 既可以是对我的损失 也可以是对违法者的利润 进行相应的计算 确定赔偿 第三 是要交出 商业秘密的载体 可以是设计 可以是图纸 防范什么 防范案件结束之后 继续实施侵权行为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他交出之后呢 销毁了 消除了未来的法律风险 统一商业秘密法还规定 如果 侵占的指控出于恶意 提出取消禁令的请求 和拒绝执行禁令出于恶意 或者是三 存在故意和恶意侵占 那么可以什么 法院可以折令 向胜诉一方 支付律师的费用 也就是律师的成本 那么在美国 商业秘密的案件 知识产权的案件 律师费都非常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是有恶意存在 所以说在法院可以折令 由败诉一方 向胜诉一方 支付律师的费用 反目端竞争法 进一步发展了 禁令和赔偿的规则 因侵占他人商业秘密 而承担责任 应对侵占 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或者是对侵占 为自己带来的经济收入 来计算 以缴大者决定赔偿金额 也就是说 权利人的损失 或者是侵权行为 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收入 哪一个数额比较高 那么由这个数额比较高的 来作为赔偿数额的 确定的金额 那么统一商业秘密法 还对秘密的保全 做了相应的规定 那么一本法 在诉讼期间 法院应该对 争议的商业秘密 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其中包括 在资政程序中 发布保密裁定 也就是在案件的进行 过程当中 发布保密的裁定 避免在因为诉讼的 相应的进行 而导致商业秘密的 二次侵权 或者是二次外泄 举行秘密听证会 密封诉讼记录 以及裁定 未经法院 事先取可 任何诉讼有关人 均不得披露 争议的商业秘密 那么在反经济界的法中 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 行使责任 也就是予以刑法的打击 做了相应的规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近的5到10年 美国商业秘密立法上的保护 2012年 奥巴马总统签署了 盗窃商业秘密净化法 修订和扩大了 经济间谍法的 适用范围 10年前 那么2016年 强调商业秘密明治保护的 保护商业秘密法生效 那么也是加大了 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 打击力度 而且便于 整个美国境内 关于侵害商业秘密 更加统一化和专业化 协调国际商业秘密的保护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商业秘密的保护 最近十年的这种趋势 一方面 扩大了 商业秘密侵权的 适用范围 另外一方面 使立法层面上 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予以严厉的打击 民事责任 加重民事责任 加重刑事责任 那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商业秘密对于企业 对于国家重要性 在快速提升 那么刚才讲的是美国 那么我现在讲一下 德国商业秘密的立法保护 也是最近大家可以看到 德国议会2019年3月21号 通过了新的商业秘密法案 该法案是2019年4月 也就通过之后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生效了 其中商业秘密的定义 对于通常处理此类信息 并从中获得经济价值的人而言 无论是信息的整体 或者是部分内容的编排或组合 都是不被普遍窒息 或者是容易获得的 第二 该信息的合法所有者 应当采取适当的保密措施 第三 该信息的所有者 具有合法的利益 以保持该信息的保密性 大家可以看到 德国的商业秘密法案 跟美国相同的保护的是什么 都统一的是保护信息 都是不应该被普遍窒息的 你如果普遍都能够知道 那么很显然 是不能够作为商业秘密 来进行保护的 另外 你作为商业秘密的 合法所有者 应该是持有相应的保密措施 这个主要呢 我个人理解是两方面 第一 要有采取保密措施的主观态度 就是我主观上 是认为需要对我的商业秘密 进行保密 第二 在客观上 实际的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也就是有保密的具体行为 那么第三 该信息的所有者 具有合法的利益 以保持该信息的保密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信息 要为信息的所有者 创造 利益和价值 并具备保密性 这是大家可以看到 2019年 也就是三年前 通过生效的商业秘密法 那么在2019年 商业秘密法案 生效之前 德国一般是引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规定 和民法典动 关于损害赔偿义务的规定 当然也包括合同的相关规定 来调整维护 商业秘密的权益 那么商业秘密法案强调 商业秘密的所有者 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 以确保商业秘密不被披露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谈到的 你要有保密的措施 那么这个具体是指 一 记录企业的技术秘密 并根据保密的程度 对技术秘密进行评估 分类 识别 这个是干什么 就是你说你企业也好 或者某个部门也好 你具备相应的技术秘密 那么你一定是要 进行分类识别的 就是我哪一些 是我的技术秘密 不能说 你比如到了法院 或者到了外边 拿一大堆的技术资料 告诉法官 或者告诉被告 你比如500页的技术资料 说这些技术资料 都是我的技术秘密 这个是不算 这个呢 最多是算 你技术秘密的载体 那么你技术秘密具体是什么 需要对技术秘密本身 进行分类 进行识别 那么呢 分类识别之后 也就是说 我确定哪些信息 是要作为秘密来本身 进行保护的 评估是评估什么 也是两个作用 第一呢 识别秘密本身 第二 不同价值的技术秘密 采取不同 适当的措施 普通的技术秘密 我采取普通的措施 来具体保护 高价值的技术秘密 我采取更高等级的保密措施 对于企业的技术秘密 予以保护 所以说呢 你作为企业的所有人 你作为商业秘密的所有人 必须记录企业的技术秘密 根据你的保密程度 对于技术秘密 进行评估分类识别 这个做完了之后 还要区分 不同部门 对于信息的接触权限 你是生产部门 你是销售部门 你是研发部门 那么需要知悉的 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权限 是不同的 这个时候呢 我要对不同部门 或者是同一部门的不同的人 要设定相应的权限 来确定 大家是属于高权限 中权限 还是低权限 甚至是没有权限 那么还要设置 数据安全保护措施 那么对于雇员 或者活作伙伴 要签订相应的保密协议 这个时候呢 才认为你 作为商业秘密的所有者 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确保商业秘密 不被披露 那么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 主要体现了两部法律 第一呢 是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 是刑法 那么有这些行为构成了 刑事犯罪 一 非法披露 应雇佣关系获知的 商业秘密罪 非法获取 或者保存商业秘密罪 非法披露 或者利用不正当手段 获取的商业秘密罪 大家可以看到 其打击了 你获取商业秘密本身的不合法 又打击了 获取商业秘密之后 不合法的使用手段 这个主要体现在 反不正当竞争法 和刑法当中 那么德国的股份法 有限责任公司法 和企业委员会基本法 还对特定人员 泄露公司企业的商业秘密 构成刑事责任 做了相应的特别的规律 为什么 你作为特定人员 你比如说企业的高管 这个时候呢 你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 较高的责任 来保护公司企业的合法权益 但是很遗憾 你没有正确的 合法的遵守自己的职责 泄露了公司 或者企业的商业秘密 那么就需要承担 相应的刑事责任 在股份法 有限责任公司法 以及企业委员会基本法当中 对于刑事责任 做了特别的规定 予以刑事打击 那么德国商业秘密保护 大家看到 我们一开始就谈了 2019年3月通过4月生效 那么对于德国层面的 技术秘密和保密信息 予以了统一的保护 那么对于整个欧洲 也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这个是德国商业秘密保护的趋势 它通过制定 专门的商业秘密法案 来对德国发生的 商业秘密侵权行为 予以特别的保护 那么在这个里边 规定了什么是合法行为 什么是非法行为 合法行为 包括独立发现 创造 逆向工程 等 这些呢 我们谈到了 都是合法行为 即使你 通过这些方式 获得了 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 实施了商业秘密 因为你的行为 是一个合法的行为 所以说 并不构成侵权 也不会被 商业秘密的 相关法条 予以打击 不被列为打击的对象 那么有哪几种 最常说的就是两种 第一种 是独立研发的 独立发现的 第二 通过购买市场上的产品 进行 反向工程 我们中国叫 反向工程的方式 获得的 信息 这个时候呢 它是一个合法的行为 至于什么样的行为 是 反向工程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呢 会具体详细的讲解 那么同样 有了合法行为 那么就规定了 非法行为 对于非法行为 予以严厉的打击 还有重要变化 是关于商业秘密的定义 对于通常处理 此类信息 并从中获取经济价值的人 而言 无论是信息的整体 还是其部分内容的编排 或组合 都要具备以下特征 不被普遍窒息 或者是容易获得 如果是我在图书馆里 借本书 借本杂志 借本期刊 借本资料 就能够获得的 那么很显然 不属于商业命运保护的范围 必须是 不被普遍窒息 不容易获得 第二 是采取适当的保密措施 第三 是信息所有者 具有合法利益 以保持该信息的保密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商业命运的定义 跟美国立法层面上 商业命运的定义 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非常接近 那么同样 还列举了企业 应采取的商业命运保护措施 记录企业的技术秘密 并且需要根据保密的程度 对技术秘密进行评估分类识别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还讲了一系列的侵权的案件的救济措施 停止 禁止使用 披露商业命运的 从市场上召回侵权货物 销毁侵权货物 损害赔偿金 以及要求对方提供信息 等一系列的救济措施 那么制定商业命运的政策 确保各方遵守该政策 并且制定记录 保密信息的处理流程 区分不同部门 对信息的接触权限 设置数据的安全保护 确保商业命运诉讼的保密性 2009年的新法案 规定在商业命运侵权案件中 将管辖权移交给 某些专门的法院 根据诉讼一方当事人的请求 可将诉讼程序 归为保密程序 限制部分人员接触证据 或者是参与听证 这个里面就讲到了 关于商业命运案件 基于一方当事人的请求 是需要归于保密程序的 这个是避免什么 避免在商业命运的 维权过程当中 造成商业命运的二次外泄 对于每一个离职的员工 办理离职交接手续 归还相关资料 以及电子设备雇员 和合作伙伴 要签订相应的保密协议 从而确保商业命运诉讼的保密性 刚才讲的是 德国商业命运的立法 下面讲第三 第三个国家 日本商业命运的立法 首先还是看商业命运的第一 日本从立法层面上 如何规定商业命运 日本商业命运的规定是 作为秘密管理的生产方法 销售方法 以及其他对经营活动有用的技术上 或者经营上未被公知的情报 商业命运是什么 是情报 有哪几种情报 技术情报 经营情报 情报的内容是什么 生产方法 销售方法 以及对经营活动有用的 技术上 或者经营上的情报 都可以作为商业命运来保护 这个保护范围相当大 那么再看一下 什么是侵犯商业命运的行为 以盗窃 欺藏 胁迫 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获取商业命运的行为 以及对其的使用 披露行为 第二 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 未能知道商业命运已存在 不正当获取的行为 仍然获取该商业命运的行为 以及对商业命运的使用 或者披露的行为 第三 在取得有关商业命运之后 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 未能知道 该商业命运已经存在 不正当的获取行为 而使用或者披露 该商业命运的行为 第四 对于商业命运保有者 所示的商业命运 出于谋求不正当敬业 或者谋求其他不正当的利益 或者出于对保有者 加以损害的目的 予以使用 或披露的行为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刚才讲的是第四 下面讲 第五 知道或因重大过失 未能知道 对方是不正当的披露 商业命运 或者商业命运 已经存在着不正当的披露 而获取商业命运的行为 以及对其使用 或披露的行为 六 在取得商业命运之后 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 未能知道 对方是不正当的披露 商业命运 或者其商业命运 已存在着不正当的披露 而使用 或披露 商业命运的行为 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的立法规定了六种 侵犯商业命运的行为 同样 是包括两大类的 第一大类是 获取商业命运的方式 是不正当 不合法 第二种呢 是获取商业命运 本身是正当的 或者是善意取得的 但是后来知道 商业命运本身 可能存在着不正当 不合法的行为 而继续使用 或者披露 该商业命运 这六种行为 都包括在 我刚才谈到的 两大类的行为 当中 一种是 取得商业命运不合法 第二种 取得商业命运合法 但是使用商业命运不合法 那么侵犯商业命运的 法律责任 或者是救济手段 民事救济包括 禁止损害 损害赔偿 第三 恢复信用 这是民事救济 刑事处罚对象 在新法中 扩大了刑事处罚的对象 一 对于窃取商业命运 未遂行为的处罚 有寄随和未遂 第二 对第三人的处罚 第三 对于离职以后 窃取商业命运行为的处罚 第四 关于出售 进口 出口 侵害商业秘密 产品的刑事处罚 新的法律 扩大了刑事处罚对象的范围 加大了处罚的力度 刑事处罚 加大了处罚的力度 一 对于个人的 最大的罚款金额 从一千万日元 升到 升了一倍 升到两千万日元 对于企业 或者其他法人的 最大罚款金额 从三亿日元 升到五亿日元 第三 对于境外不正当 使用 或者不正当的 向海外企业 披露商业命运的行为 引入了新的处罚方式 对个人 最高罚金 三千万日元 对法人机构 最高罚金 十亿日元 并可以没收 因商业命运侵权 而获得的利益 这个在境外的 不正当使用 或者不正当披露 引入了新的处罚方式 而且处罚的力度很大 日本 2016年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时间 2016年 1月开始实施的 不正当竞争 防止法 增加了 侵权行为类型 细化了 商业命运侵权行为的 民事程序 规定了 更加严格的 刑事处罚措施 扩大了刑事处罚 对象的范围 第一 对于盗取海外 存储信息的处罚 扩大了对象 也就是原来 是小范围的打击 现在 扩大了打击的范围 第二 对于窃取商业命运 未遂行为的处罚 第三 对于第三人的处罚 第四 对于离职后 窃取商业命运行为的处罚 第五 关于出售 进口 出口 侵害商业命运产品的 刑事处罚 与 民事救济程序 然后 刑罚的力度 个人的罚款金额 1000万日元 升到2000万日元 企业法人的最大罚款金额 3亿日元 升到5亿日元 同样 完善了民事救济程序 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 三种情况下 举证责任转移 1. 被告不正当地获取了原告的商业秘密 2. 被告制造了能够通过该商业秘密制造出来的产品 3. 涉及的商业秘密与产品制造相关 3. 延长了诉讼辞效 延长至20年 刚才谈到的 对于境外不正当的使用 或者不正当的向海外企业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 引入了最高的处罚方式 对个人最高罚金3000万日元 对于法人机构最高罚金10亿日元 并没收商业秘密侵权而获得的利益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我们讲了三个国家 美国 德国和日本 那么关于商业秘密的定义 和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 和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各有不同 但是有几个趋势 是普遍都存在的 第一 就是完善了相关的法律 扩大了商业秘密的保护的范围 第二 扩大了通过刑法等法律手段打击的力度 第三 打击的对象和侵权行为 也扩大了相应的这种范围 原来认为不侵权的 现在构成侵权 原来只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 现在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原来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承担的责任比较轻的 现在需要承担比较重的刑事责任 这是美国 德国 日本 我们选了三个典型的 美国 北美洲 德国 欧洲 日本 东亚 能够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的趋势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五到十年 这三个国家立法都有改变 待会我们会讲到中国的立法的改变 大家信心一个印象 就是中国关于商业秘密的保护 最近五年 从立法 司法 层面上 都有重要的这种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国家 总结出来世界上的趋势 就可以知道 不仅是中国的变化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最近的五到十年的立法 都在进行变化 而且变化的趋势 都是加重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加大了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的打击力度 当然具体法条 具体措施各有不同 但是这几个趋势都是一致的 那么中国也是一样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更多的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 中国在最近五年立法 司法层面上 也有重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国商业秘密立法的现状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商业秘密的定义 这个是最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也就是2019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 商业秘密的定义 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 不为公众所知悉 具有商业价值 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 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里 商业秘密的定义 有这样几个变化 最大的变化就是扩大了商业秘密的含义 原来是前面几个条件 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具号 现在2019年的大家可以看到 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具号 大家可以看到区别了吗 就是在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前 商业秘密只有两类 一类是技术信息 一类是经营信息 除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以外的 其他信息 商业秘密不保护 但是2019年通过立法的变更 同样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予以保护 但是扩大了保护范围 也就是说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以外的商业信息 只要符合那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 第一 不为公众所知心 第二 具有商业价值 第三 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只要是你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商业信息 即使你不属于技术信息 也不属于经营信息 那么同样扩大为商业秘密的保护 这是2019年的 关于商业秘密定义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跟世界的趋势是不是吻合的 同样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中国也好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好 都是扩大了商业秘密定义的范围 把更多的信息涵盖到商业秘密保护和打击的对象 保护是保护合法者权利者 打击是打击违法者 打击侵权者 两者相辅相成不矛盾 那么从2019年 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刑法修正案 意味着什么 这是两个法条的调整 是标志性的事件 标志着中国即将进入商业秘密的强保护时代 三个趋势 第一 增加了侵权行为 原来可能认为不构成侵权的行为 现在也列入了这两部法律 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 另一部刑法 打击的力度 第二 减轻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 因为商业秘密属于职产权 但是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权利人很难去收集充分的证据 证明侵权者实施了侵权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他一般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 都是一个私密的行为 不是那么公开 不是那么好收集证据 所以说呢 你如果要等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履行了充分的证明义务之后 再来打击信任行为 常常 已经损失已经比较大了 第二 对于 侵权者 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 有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所以说呢 作为第二个趋势 是减轻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 那么减轻权利人的责任 那么就引入加大侵权者的打击力度 对于侵权者的打击力度 所以说第三个趋势 加大了民事刑事的惩罚的力度 通过民事侵权 违约 刑事 打击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 等方式 有效打击了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 所以说呢 2019年 这两部法律的法条的调整 关于商业秘密的法条的调整 实际上预示着 中国即将进入到商业秘密的强保护时代 那么我国呢 除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 还在多部法律当中 强化了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 予以打击 规范了 企业内部的商业秘密的管理 员工跳槽带来的法律风险 以及商业秘密的授权使用 反向工程和正常的市场竞争 我国商业秘密的立法 总体上来说 主要是围绕在以下 一 商业秘密的劳动法保护 第二 商业秘密的合同法保护 包括民法典的保护 第三 第四 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一个是商业秘密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另一个 也就是第四 是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 这是中国商业秘密的立法的 最近几年的变化 2019年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 以及刑法草案的调整 预示着 中国即将进入一个 商业秘密的强保护时代 看一下 反不正当竞争法里 对于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有哪些变化 同样是讲的 2019年 也就是现行有效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里的规定 1.盗窃、贿赂、欺诈、胁迫、 电子、侵入 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2.披露、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以前项手段 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3.违反保密义务 或者违反权利人 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披露、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4.教唆引诱 帮助他人 违反保密义务 或者违反权利人 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获取、披露、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大家可以看到 1.盗窃、贿赂、欺识、 欺识、欺识、 电子侵入 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这个 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手段 本身不正当 不合法 也就是你获取权利本身 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在这个里面 2019年的法条 加入了电子侵入 什么是电子侵入 就是黑客入侵 我通过黑客的方式 即使我不在你的身边 甚至不在这个国家 就可以窃取这个国家企业的商业秘密 这是随着互联网的使用 随着大数据的 时代的这种到来 使用电子侵入的黑客方式 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越来越多 所以说呢 2019年的反不正当经济法 就把电子侵入 作为主要的打击的对象 列入到法条的条文当中 原来盗窃贿赂之前 都是传统的不正当手段 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又加入了新型的电子侵入的方式 来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第二 披露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以前项手段 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第二项 是第一项的延伸 也就是 你用不正当 不合法的手段 获取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然后又披露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也就是你 获得不合法 不正当 第二 使用不合法 不正当 这是第二项行为 第三 违反保密义务 或者违反权利人 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披露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这个跟前面两项 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哪呢 获取商业秘密 是合法的 只是 存在着法定的 或者是约定的 保密义务 但是 你没有遵守 你披露了 使用了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了 你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也就是你取得商业秘密 本身 是合法的 但是 你身上有法定的 或者约定的保密义务 你没有遵守 披露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经常有朋友问 说我披露 使用 允许他人使用 那么这个地方的 披露使用呢 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允许他人使用呢 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呢 我可能允许他人使用 有的是收了钱 有的是没收钱 这个时候呢 收钱和不收钱呢 在侵权的认定上呢 有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地方可以跟大家 明确指出啊 只要你违反了保密义务 或者是法定的保密义务 允许他人使用 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你就构成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至于你收了钱 或者没收钱 并不影响 这个行为的认定 就你收钱跟不收钱 都构成竞权 并不是说 收了钱我才侵权 不收钱不侵权啊 这个地方跟大家明确一下 第四 教唆引诱 帮助他人 违反保密义务 或者违反权力人 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 使用权力人的商业秘密 教唆 跟通常意义上的教唆 基本含义是相同的 但是 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谈一下 还是存在着一定的 需要明确的这种地方 教唆 他人 违反 保密的要求 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权力人的商业秘密 这个地方的教唆是 我本来 没有犯罪的意图 但是 因为他人的教唆 我有了犯罪的 这个意图 这个才 称之为 教唆 如果 仅仅是作案的 时间地点上的 这个不同 不构成 法律意义上的教唆 你比如说 我本来是准备 去窃取 这家 机构的 商业秘密 但是呢 他说 这家的保密措施 做的比较好 你从旁边那家 旁边的保密措施 做的不好 这个叫教唆吗 不叫 这个呢 他本来就像侵权 你只是告诉他 调整他的 侵权的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不是 我们这个地方 意义上说的 教唆 这个地方 提到的教唆 一定是说 我本来没有实施 侵权行为的想法 但是 因为你的教唆 我有了这个想法 才是 法律意义上的教唆 除了这上面的 四种行为之外 还有一种 是第三人 明知 或者应知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的 员工 或者前员工 或者其他的单位 个人实施了 本条第一款 所列的违法行为 仍然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 使用了 该商业秘密的行为 视为 侵犯商业秘密 也就是你作为第三人 如果你是明知 或者是 应该知道 但是你假装不知道 这个呢 是一个侵权的行为 仍然 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该商业秘密的 视为 同样侵犯商业秘密 这个主要是打击 员工的这种跳槽 为什么 因为侵犯商业秘密 主要是两类人 一类呢 是员工 或者是前员工 一类呢 是合作伙伴 或者是前合作伙伴 那么常常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 聘用 从竞争对手那个地方 离职的员工 套取他的商业秘密 这个时候呢 你作为企业的经营者 应该知道 他从那个企业跳槽过来 那么相关的这种技术呢 有可能 或者是说 很大可能 存在着前面四条的 违法行为 但是你假装不知道 仍然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该商业秘密 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这个第三人 是恶意第三人 一般是企业的经营者 或者是管理者 那么通过这个法材的明确 作为跳槽道的企业 也有相应的义务 义务是什么 了解到你所聘用的员工 是不是有可能 实施了侵犯 他人 这个他人主要指前东家 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 如果你没做这个了解 没做这个调查 而你怀疑 或者很大程度上 可能知道 是你的员工 从他的前东家那个地方 获得了商业秘密 但是 你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仍然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该商业秘密的 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反共产生经法里的规定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受到不当竞争行为损害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也就是说 你认为你的商业秘密 受到了侵害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的赔偿 以侵犬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 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 按照侵犬人 因侵犬所获得的利益确定 经营者恶意实施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情节严重的 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 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 确定赔偿数额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 经营者为制止 侵犬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这合理开支 也包括律师费的合理开支 这个地方 谈到了如何来进行赔偿 一般情况下 是按照你受的损失来赔偿 受的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 按照侵犬者的获益来确定 如果你是恶意实施 侵犬行为 情节严重的 可以在五倍以下 确定赔偿数额 也就是 惩罚性赔偿 如果你的恶意 比较重的情况下 有惩罚性的赔偿 那么权利人 因侵犬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侵犬人 因侵犬所获得的利益 难以确定的 由人民法院 根据侵犬行为的 情节判决 给予权利人 五百万以下的赔偿 刑法里规定 盗窃利用胁迫 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或者非法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其所掌握的 或者获取的商业秘密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造成重大损失的 当然 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作为公安机关 作为检查机关 应当立案追溯 现在 这个地方规定了 造成了重大损失 那么什么情况下 是重大损失 现行的规定是 这三种情况 只要符合一种 就构成 第一 是给权利人 造成的损失金额 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第二 是因侵犯商业秘密 违法守得数额 在三十万元以上 第三 因为直接导致了 商业秘密权利人 因重大的经营困难 而破产 倒闭的 这三个条件 符合任何一个 就构成 给权利人 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也就是三个里面 只要符合任何一个 就能够构成 刑事立案的标准 所以说呢 刑事立案的标准 一个是有数额的要求 三十万 第二 如果没有造成三十万 但是你给权利人 造成了重大的经营困难 权利人 破产或者倒闭的 你同样 需要承担 相应的行事责任 那么其他 给商业秘密权利人 造成重大损失的 二百五十万 这个是有一个金额 就三十万以上 构成行事责任 二百五十万以上 构成 严重的清洁 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好了 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讲 是关于世界上各个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 最近五到十年 立法上的飘音的这种变化 这一讲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开场不错 请给老师点赞好评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讲 请不吝点赞好评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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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好评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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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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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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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打开本课 接下来请跟随知识产权专业律师 那么下面进入第二讲 第二讲是在中国商业秘密的五种维权的突击 一种是当事人自行谈判和解 双方自愿的方式 这个好处快捷方便 形式也可以多样化 但是因为商业秘密是企业的核心价值 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 常常自行谈判的方式很难达成和解 所以说在现实当中很少运用 第二是权力人提起劳动仲裁 那么保披性强 那么相对程序比较简洁 第三是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 那么更有利于相关利益的整体保护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发生静和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侵权之数 不需要经过劳动仲裁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你的员工 发生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的时候 你既可以用违约的诉讼 也可以用侵权诉讼 那么如果你选择侵权诉讼的情况下呢 就无需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的前置程序 第四是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 那么你到公安机关收集初步的证据 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由公安机关调查 向去取证 结束之后向检查机关 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再移送到法院判决 这个呢 因为是刑制打击嘛 所以说打击的力度比较大 但是立案的条件比较高 第五是行政查处的救济途径 那么可以通过行政处罚 与行政调解的方式 那么既可以 处罚金也可以让 通过调解 让侵权者给予权利企业 以相应的赔偿 罚赔并举 那么这谈到的是五种 目前在中国范围内 使用的维权的读记 一种是双方 或者多方当事人 自行谈判和解 第二权利人提起劳动仲裁 第三提起民事诉讼 第四是刑事报案 第五行政查处 作为商业民用的权利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的需要 来选择符合自己的 商业需要的维权的方式 既可以民事诉讼 也可以行政查处 还可以刑事报案 当然也可以去跟对方直接沟通 达成和解 也可以向劳动动裁机构 申请劳动动裁 这是目前现阶段 中国商业秘密侵权行为 造成的比较严重的后果 如果作为企业的 也就是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如何来寻找救济的渠道 有这五种救济的方式 选择最符合企业需要的 救济途径 当然可以选择一种方式 也可以几种 多种方式 结合起来使用 有效打击侵权的行为 这一讲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说点什么 请留言评论 或许您的留言会成为我们今后的选题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讲 那么下面 我们进入第三讲 第三讲是 商业秘密的民事侵权诉讼 刚才谈到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里 规定了多项侵权行为 那么提起民事诉讼呢 只有对方有民事的侵权行为 才能够提起民事诉讼 就是我们说的 以盗窃 贿赂 欺诈 截破 电子侵入 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第二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以潜降手段 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第三 违反保密义务 或者违反权利人 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第四 教唆 引诱 帮助他人 违反保密义务 或者违反权利人 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第五 第三人 明知 或者是应知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的员工 前员工 或者其他单位 个人以盗窃 贿赂 欺诈 胁迫 电子侵入 或者 其他不正当手段 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仍然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该商业秘密的 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谈到了 就是恶意 第三人的构成 侵权行为 当然这个地方 可以大家区分一下 第三人 有可能构成 侵犯商业秘密 但是 并不一定 所有的第三人 都构成 侵犯商业秘密 只有恶意 第三人 什么时候是属于恶意的 就是你明知 或者是应知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的员工 或者前员工 用不正当手段 获取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你明明知道 或者是你有知道的义务 但是你假装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 才构成 那么我不知道 或者 也不应当知道 这个时候 我作为第三人 不知道 获得的商业秘密 是 其他人 用不正当手段 获取的商业秘密 这个时候 我就是善于第三人 善于第三人 是不构成 侵犯商业秘密的 那么构成 民事侵权的要件 五个 第一 商业秘密 尊实存在 第二 你要存在有侵权的行为 第三 要有存在损害的事实 第四 侵权行为 与损害事实之间 有因果关系 第五 侵权行为人 主观上 存在过错 商业秘密 真实存在 这个 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权利 就是不能说 你说 我拥有商业秘密 法院就判定你拥有商业秘密 你必须要向法院 证明你的 技术信息 或者是经营信息 或者是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以外的 商业信息 符合 反不正当竞争法里 关于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什么构成要件 三个构成要件 第一不为公众所知悉 第二 具有商业价值 第三 是权利人 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必须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你才能说 你的技术信息 或者是经营信息 或者是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以外的 商业信息 是真实存在的 商业秘密 也就是说 你要说 别人构成民事侵权 你必须要先证明 你拥有权利 也就是商业秘密 是真实存在的 第二 存在着侵权的行为 那么必须是第三方 实施了侵权的行为 第三 只给你造成了相应的损害 第四 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 有相应的 法律的因果关系 第五 侵权人主观上 存在过错 这个过错呢 既可以是故意 也可以是过失 并不一定 仅限于故意 这个地方要区别一下 有的人可能误解为 存在过错 就是故意 那么有过失的行为 也是有可能 构成侵权的 比如 你作为企业的员工 富有保密义务 带着企业的核心 商业秘密 出差 因为你的保管不剩 在高铁上 把企业的商业秘密 弄丢了 你是故意还是过失 这个地方很显然 你是过失 一般情况下 是不存在故意的 因为你工作的市值 因为你的过失 而把企业的核心 商业秘密丢失了 构成侵权吧 很显然 肯定是构成侵权的 所以说 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需要侵权行为人 主观上存在过错 但是 并不一定要求他 一定是故意的 商业秘密真实存在 具备秘密性 经济性 保密性的 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 等商业信息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你必须是 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 也就是现在 商业秘密是分成三类 一是技术信息 二 经营信息 三 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 以外的商业信息 而且这三类信息 都必须符合 三个构成要件 秘密性 商业价值 和保密性 存在侵权行为 行为然存在着 不正当的泄露 使用企业的商业秘密 损害了企业的 资产权的相关的行为 第三 存在着损害事实 不正当的行为的存在 给权利人造成了 现实的 或者是潜在的利益的损失 第四 侵权行为 和损害事实之间 存在着相应的因果关系 这个因果关系 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第五 侵权行为人 主观上 存在过错 故意 加过失 都属于过错 商业命运 违约之数的构成要件 那么同样 要求商业命运 真实存在 怎么叫真实存在 就刚才说的 你必须是那三类信息之一 或者是技术信息 或者是经营信息 或者是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以外的 商业信息 而且必须符合 商业命运的 三个构成要件 那三个构成要件 一再强调的 不为公众所知悉 具备商业价值 采取保密措施 这三个构成要件 只有你证明 完成之后 你才能够证明 商业命运本身 是真实存在的 第二 存在真实有效的 保密协议 或者是保密条款 保密协议就是你双方 或者是几方 签订的 专门为这个事 签订了一个保密的协议 保密条款 就是在合作 或者是聘用的协议里 加在有一条 或者是多条 保密的条款 约定了双方的 保密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 有了约定 第三是前两条 第一 有商业秘密真实存在 第二 有保密协议 或者保密条款 真实存在 第三 存在着违约行为 因为权利人 有商业秘密 因为你们签的 有保密协议 保密条款 因为你又实施了 违约行为 所以说 我可以向法院 提起商业秘密的 违约之数 这就是商业秘密 违约之数的 构成要件 刚才谈到了 商业秘密真实存在 是 保护的基础 就是你要有权利 第二 存在真实有效的 保密协议 或者保密条款 企业和劳动者 或者企业和自己的 合作伙伴 有保密协议 或者有保密协议的 合作的 或者劳动的合同 第三 员工实施了 或者合作伙伴 实施了 企业录使用 商业秘密的行为 违反了 双方约定的 保密的义务 这就是违约之数 那么作为企业 商业秘密的保护 一般需要向法院 提供上诉的 几类的证据 第一类 你想有商业秘密的 权利的证据 我们说了 你要证明你属于信息 什么信息啊 要么是技术信息 要么是经营信息 要么是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以外的 商业信息 然后三个要件 秘密性 实用性 保密性 也就是秘密性是什么 不为公众所知心 实用性是什么 具有商业价值 保密性是什么 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也就是 你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要民事维权 你要证明你有什么 我有权利 你进行维权的基础 是 作为原告 你想有商业秘密的权利 然后第二步 你要证明 对方实施了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这个地方是 接触加实质性相同 就是 如果对方是你的员工 或者前员工 如果对方是你的合作伙伴 或者前合作伙伴 那么很显然 他有接触到商业秘密的条件 或者机会 而且 他使用的信息 构成实质性相同 但是 这个地方并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确定 构成侵权 还要排除一个什么 合理来源 如果对方是自己独立研发的 或者是通过反向工程的方式 获得的技术 构成侵权嘛 不构成侵权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把 合理合法的这种来源要排除 那么就是第二 存在着侵权的行为 第三 赔偿额的这种证据 所以说呢 民事维权 一般情况下都要有这三组证据 一 你想要有权利 第二 存在着侵权行为 第三 赔偿额的证据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证明 对方实施了 侵权的行为 而且你要证明 赔偿额 对原告来说 当然希望被告 赔得越多越好 那么你就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证明你受到的损失 证明 侵权人的非法获利 证明你自己的 研发的这种成本 还可以提供 商业秘密的许可的费用 来作为辅助的证据 来证明 对方所应该支付的 赔偿金额 这一讲就到这里 请您休息片刻 服务您的眼睛 或做做眼保健操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势力 OK 请继续学行下一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如何举证信息的秘密性 我们第四件强调的是 如何举证信息的秘密性 为什么不说 如何举证商业秘密的秘密性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就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就是如何举证商业秘密的秘密性 那么前提是吧 你已经知道它是商业秘密 知道商业秘密的情况下 还需要举证它的秘密性吗 是不需要的 就是我们拿到一个信息 如何判断它是不是属于商业秘密 那么必须先证明它的秘密性 秘密性是一个条件 还有另外两个条件 具有商业价值 采取保密措施 只有符合这三个构成要件的 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 或者是它们以外的商业信息 才能够构成 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的存在 是获得法律保护的基础 如果你商业秘密本身都不存在 那么很显然法律很难 给予你相应的司法保护 我们回顾了一下 最近五年左右的 全国范围的商业秘密的 辞送案件 有三分之二的案件 是原告败诉 这个可能跟其他的资质产权 或者其他的维权案件 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商业秘密的侵权案件 大部分是谁败诉 原告败诉 而且有三分之二 接近70%的案件 是原告败诉 而且在70%的案件 败诉的案件当中 大部分的案件是什么 是原告没有证明 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 自己享有商业秘密 所以说呢 在实务过程当中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的矩阵 第一项 最重要的一项 是你要矩阵 你想有商业秘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有商业秘密 才能够追究对方的侵权行为 如果你本身 就不具备商业秘密 那么法律会说 打击对方的侵权行为吗 不会的 因为打击的前提是 你有权利 所以说呢 作为三个构成要件里边 其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不为公众所知习 从两个方面所证明 第一 非普遍自习 当然 商业秘密不可能 只有一两个人知道 即使在这个企业 那么可能有一群人 为了工作的需要 当然 既可能 这一群人 既可能是几个人 也可能是十几个人 甚至更多的人 知道这个 技术秘密 但是 它不是普遍之息的 仅限于这个团队 或者这个部门的人知道 除此以外的人 均不知道 而且 你在 公共的渠道 不容易获得 这个时候 这两个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 才符合 法律认定的 三个构成要件里边的 其中一个 不为公众所知习 我们都说 商业秘密 你必须要能够证明 你的商业信息 是 非公知的 什么叫非公知 就不为公众所知习 那么 就要符合这几个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里 谈到了 有关信息 不为所属领域的 相关人员 普遍知习 或者是容易获得 应当认定为 不为公众所知习 两个方面证明 第一 非普遍知习 也就是 除了 有限的 少数的人知道以外 除此以外的人 普遍上 都不知道 第二 是不容易获得 如果你这两个条件 都满足的情况下 一般就构成 不为公众所知习 这一个法律的构成要件 那么 明显的证据有哪些呢 第一 是该信息呢 不属于所属领域的 一般常识 或者是 行业管理 如果你能够矩证 这个信息就是 这个领域的 一般常识和行业管理 你作为被告 还侵权吗 不侵权啊 第二 是该信息 不能通过直接观察产品 就可以获得 如果我的产品上 你通过直接观察产品 就可以获得到的信息 构成侵权嘛 不构成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产品本身 是要卖到市场上 如果你卖到市场上 直接观察产品 就可以获得这个信息 那么它还是保密的吗 那就不是保密的 就很容易获得 不符合哪个条件 非容易获得这个条件 你这个不属于 非容易获得 你这个属于什么 非常容易获得 正好是相反 所以说 如果这个信息 能够通过直接观察产品 就可以获得 很显然 就不构成秘密信 第三 该信息 未公开发布 未公布披露 如果你这个信息 你觉得 哎呀 我要宣传一下 专门开个发布会 把这个信息披露了 那么你在披露之前 是商业秘密 披露之后 就不在构成商业秘密 第四 该信息 无法从其他公开渠道获得 这个也是必要的要求 第五 证明该信息的行程 需要付出的劳动 或者金钱等代价和成本 你比如为了证明 该新信息 非公众所知习 整理改进加工的过程 和记录 就是你必须要证明 你对它进行了加工 进行了改进 进行了整理 所以说呢 这个信息呢 非公众所知习 你就可以证明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从 即使你编的 有些信息 是从公开渠道获得的 但是经过你的劳动 经过你的改进 经过你的加工 它已经变得 不为公众所知习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作为商业秘密 来予以保护 当然 还可以做非公知的鉴定 作为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所主张的商业秘密 是否具有秘密性 即是否为公众所知习 是商业秘密侵权行为 成立的关键 那么通常呢 是会委托法院认可的 鉴定机构 有知智的鉴定机构 予以鉴定 鉴定之后的鉴定结论 还要经得起 法庭的知证意见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看一个案例 原告苏尔公司述称 原告针对物理教学需要 在进行大量的 思考调研的基础上 制定了物理科学 探究实验仪器 开发研制的计划 陆续设计完成了一整套的 较为完整科学直观的 物理科学探究实验仪器 相关的商业信息和技术 是原告的核心商业秘密 被告吴某 受聘于原告单位 从事上述产品的开发研制 双方签订的 有保密和禁业限制协议 原告分8次 资付了经济赔偿补偿金 但是被告吴某 违反了该禁业限制的约定 未经原告同意 受聘于 与原告存在竞争关系的 被告精灵公司 借助于原告单位 所掌握的市场调研信息 产品开发计划 和产品设计方案 帮助精灵公司 生产了与原告相同的产品 致使精灵公司 相同的产品与原告的产品 同时在展会上展出 所以说原告要求判令法院 判令被告 停止侵犯商业秘密 赔偿损失 被告抗辩的是由 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 范围不明确 载体没提交 第二 秘密点不清楚 不正确 不能认定为 企业的商业秘密 最后 江苏省高院经过认定 权力课题 必须具体而明确 这是当事人 竖请法院保护的前提 就本案而言 苏维尔公司 主张单个仪器的 工业化设计 构成商业秘密 首先必须对 所谓的工业化设计的 具体内容 做出明确说明 但是 苏维尔公司 只是泛泛地提及了 材质 尺寸 重量 等工业化设计当中的 基本概念 未能说明 哪些仪器 有些独特的工业化设计 和工业化设计的具体内涵 甚至也没提供任何的证据 证明进行了工业化设计 因此 工业化设计的秘密性 无法认定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大家看 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原告 无法举证 自己的商业秘密的秘密性 所以说 被法院 驳回了诉讼请求 被告 不够人侵权 所以说 在商业秘密的维权过程当中 作为秘密性的认定 非常重要 必须证明你拥有秘密性 才能够进一步的认定 对方实施了 相应的侵权行为 第五讲 如何举证 保密性 商业秘密 三个构成要件 第一 不为公众所知悉 第二 你要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2020年最高院 关于审理 不正当竞争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 权力人 为防止信息泄露 所采取的 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 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 应当认定为 应当认定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里 所规定的保密措施 人民法院 应当根据 所设信息载体的特性 权力人保密的意愿 保密措施的 可识别程度 他人通过 正当方式 获取的难易程度等因素 认定权力人 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 保密性的证据有哪些 当然 最普遍 只有有效 也就是使用领域 最多的 就是签订保密协议 或者是在专门的协议当中 约定相应的保密条款 除此之外 还可以通过 章程 培训 归章制度 书面告知 等方式 对能够接触 获取商业秘密的员工 前员工 供应商 客户 来访者等 提出保密要求 第三 对设施的厂房 车间 等 生产经营场所 限制来访者 或者 进行 区分管理的 你比如说 前两年 和朋友一起 受邀请 到 内蒙的 鄂尔多斯 去参观 那么去了之后呢 鄂尔多斯 有专门的人员 负责引导 参观 相应的 厂房 车间 等 但是 提依有相应的要求 你比如说 有的车间 允许拍照 有的车间 就严格的 不允许拍照 而且 参观的流程 是单向的 也就是说 参观的路线 是 只允许前进 不允许说 OK 你刚才上一个点 我没有看太明白 然后我再回去 这个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呢 这就是对 涉密的厂房和车间 有相应的限制 那就采取了 相应的保密措施 第四 以标记 分类 隔离 加密 封存 限制 能够接触 或者获取人员 范围和权限等方式 对商业秘密 及其载体 进行区分和管理的 第五 对能够接触 获取商业秘密的 计算机设备 电子设备 网络设备 存储设备 软件等 采取禁止 或者限制使用 访问 存储 复制 等措施的 要求 离职员工 登记 返还 清除 销毁 其接触 或者获取的 商业秘密 及其载体 继续承担 保密义务的 当然 除了上面列举的 这六种情况以外 还有很多 其他的 合理的 保密措施 这个 都是 法律 允许的 保密措施 那么大家再来 回顾一下 最主要 最普遍 最常用的 签订保密协议 或者保密条款 那么跟员工 还可以通过 章程培训 归章制度 书面告知等方式 来进行约定 对于参观的人 可以对于 厂房 车间限制来访 进行区分管理 还可以用标记 分类 隔离 等方式 对商业秘密载体 进行区分和管理 对于能够接触 获取商业秘密的 计算机设备 电子设备 网络设备 存储设备 软件等 采取禁止 或者限制使用 访问 存储 复制等措施的 要求离职员工登记返还 清除销毁 其所接触的 获取的商业秘密 及其载体 继续承担保密义务 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的 只要是合理的 保密措施 都是法律 所许可的 那么保密信 需要矩阵到什么程度呢 那么限定 设密信息的 知悉范围 只对 必须知悉的 相关人员 告知相应的内容 对于设密信息载体 采取了 枷锁 等 防范措施 在设密信息的载体上 标有 保密的标示 对于设密信息 采取了 密码 或者代码 等方式 那么 保密协议 对于设密的 机器厂房 车间 等场所 限制来访者 或者提出保密要求 我跟大家 讲解 保密措施的时候 经常会举一个案例 就是 国际有一个化工的巨头 它的这个 企业呢 是 国际知名企业 产品 销量很好 所以说呢 数十年 一直在国际市场上 占有可观的风格 它的竞争对手呢 非常 热切的期盼 能够获取 它的技术信息 但是 因为这家企业 保密措施做得很好 所以说呢 它的竞争对手 一直没有 找到 合适的机会 知悉 它的技术秘密 结果 终于有一天 它的竞争对手 等到了机会 什么呢 就是这家跨国企业啊 因为市场的 需要 所以说呢 它原有的生产的 车间 已经满足不了需求 所以说呢 在其他地方 扩大了车间 增加了机器 进行了 新的 生产的 场所的开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为它的竞争对手 找到了 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它的竞争对手 发现啊 它在厂房 也就是这个跨国企业 在新的厂房 还没有完全盖好的情况下 就已经 开始 投入 生产 新的厂房 盖到什么程度呢 厂房的四面墙 都具备 但是 厂房的房顶 还没有盖好 就开始 进行 机器的生产 它的竞争对手啊 也是弃而不舍 一看 你的厂房 连屋顶都没有 所以说呢 也是老洞大开啊 雇佣了直升飞机 飞到它的生产的厂房的 上面 通过直升飞机拍摄的方式 窃取了 它的 技术秘密 当然 这家跨国企业 就到法院 去起诉它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 起诉那家 雇佣 雇佣直升飞机 飞到它厂房 上面 进行拍摄的 这家企业 要求它承担 侵犯商业秘密的 法律责任 这个企业在法庭上就觉得很冤枉 为什么 它的理由是觉得 说你这个不应该作为商业秘密保护 商业秘密都有相应的保密性 也就是你要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但是 你的厂房 连房底都没有 那么很显然 你就没有当作商业秘密来进行保护 所以说 因为你没有当作商业秘密来保护 所以 你就不能够享有商业秘密权 那么你不享有商业秘密权 所以说 我聘用直升飞机 在你的厂房的上空 进行拍摄 就不够能侵权 为什么 侵权的前提是你有权利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 为什么你没有权利 因为你没有具备权利本身 所要求的保密性的条件 保密性你要采取保密措施 但是你厂房的房底都没有 我怎么能够认为你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呢 这个逻辑证明的思路非常清楚 因为你的厂房没有屋底 所以我认为你没有采取保密措施 没有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 不能够叫做商业秘密 因为你不享有商业秘密 所以说 我的任何的行为也不够能侵权 那么后来 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法院判定 被告企业 也就是聘用直升危机的那家企业 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为什么 法院的理由是说 保密性的举证 也就是原告保密性的举证 要到什么程度啊 要到必要和适当的程度 也就是说 我只要在我的技术性一期的场合 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机构成了保密性的举证 在这个案子当中 法院认为 作为企业 修建了厂房 盖了四面墙 虽然屋顶还没有盖好 但是企业 该有的保密措施都有 仅仅是厂房的屋顶 没有盖 但是基于通常的认知 一般情况下 是没有人 是从天空上去窃取 企业的技术秘密的 所以说法院认为 作为这个跨国公司 也就是这个案子的原告 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主体 享有商业秘密 理由是 他已经基于他的技术信息 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 这个保密措施 不要求万无一失 只要是恰当 适当的保密措施 即可 这个案子呢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什么是 商业秘密的保密性 它的保密性 要求企业 要求企业对自己的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采取保密措施 但是保密措施不能无限的拔高 不能超出保密的必要要求 只要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既认为权利人 尽到了相应的职责 享有商业秘密权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案例 2017年8月23日 南光公司向法院申请 数前证据保全 请求对四科公司 涉嫌侵害其使用信息专利权 相关证据 采取保密措施 2017年9月4日 原省法院工作人员 及南光公司工作人员 前往山东螺心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对四科公司生产的 某项气体通过率 测试仪进行了证据保全 四科公司认为 南光公司 也就是申请数前保全的这家公司 通过恶意发起诉讼 利用数前保全的程序 实现了非法获取 四科公司技术秘密的非法目的 2019年初 南光公司已将 非法获取的四科公司的 技术运用到其产品上 其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严重侵害了四科公司的合法权力 故 起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根据四科公司主张保护的 涉案技术秘密 及其载体的性质 综合审查本案现有证据 应当认定四科公司 未采取符合反 不正当竞争法中 所规定的相应的保密措施 理由是 四科公司所主张的 采取对内的保密措施 因脱离了涉案 技术秘密的载体 及市场流通的 该型号的气体 透过滤测试仪的产品 故 与主张的涉案技术秘密 不具有对应性 第二 四科公司所主张的 采取对外保密措施 或仅具有约束 合同相对人的效率 不具有约束 不特定第三人的效率 未体现四科公司的保密意愿 第三 该产品一旦售出 进入市场流通 就在物理上 脱离了四科公司的控制 故区别于 可始终处于 商业命运权利人 控制之下的技术图纸 配方文档等 内部性的载体 基于上述 三个理由 所以说 法院认为 四科公司 所主张的保护 涉案的技术秘密 及其载体的性质 四科公司 未采取 法律 所规定的 相应的保密措施 也就是 否决了 四科公司 所主张的 享有 商业秘密权的 主张 诉讼 请求 为什么 认定它 不具有 相应的 保密措施 未采取 相应的 保密措施 这一讲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 老师的奖意 可自愿打赏下载 真是有赏 请义无价 OK 请继续学习 下一讲 第六讲 如何举证 实施了 侵权行为 权力人主张 行为人实施了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可以举证证明 存在以下事实 一 以盗窃 贿赂 欺诈 脚迫 电子倾注 或者 其他 不正当手段 获取原告的 商业秘密 二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以潜降手段 获取的原告的 商业秘密 第三 违反保密义务 或者违反原告 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披露 使用 或者 教唆引诱 帮助他人 违反保密义务 或者违反原告 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原告的商业秘密 要判断 是不是侵权 要进行判断 是否有接触的可能性 备数侵权人 是否有机会 接触到权利人的 商业秘密 如果 曾经是他的员工 或者是 曾经是他的合作伙伴 那么大概率 是 构成商业秘密 侵权 如果你有机会 接触到权利人的 商业秘密 那么你作为 案件的被告 举证责任倒是 你作为被告 你要证明 你的来源是合法的 如果你不证明 那么大概率 是构成 侵犯商业秘密罪 侵犯商业秘密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符合 刑事的 利润要求的 那么还有够可能 构成刑事责任 有渠道 或者有机会 获取商业秘密的进行 一 是职务 职责 权限 或者与 涉案商业秘密相关 第二 本职工作 或者单位分配的任务 与涉案商业秘密相关 第三 参与与商业秘密相关的 生产经营活动 第四 曾经保管使用 存储复制控制 或者以其他方式接触 获取商业秘密 及其载体 第五 有渠道 或者机会 获取商业秘密的 其他事实 如果有 上面几种情况 那么就证明 你有渠道 或者有机会 获取企业的 商业秘密 事案物 和权利的 秘密点相同吗 商业秘密 广义上来说 我们作为 法律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 是称之为 商业秘密 那么针对于 具体的案件 我们会称为 涉密点 涉密点在 具体案件当中 就是企业的 商业秘密 秘密点 必须符合 商业秘密的 全部特征 当然 它的类别 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 或者是 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 以外的 商业信息 包括设计 程序 产品配方 制作工艺 制作方法 管理诀窍 客户名单 货源情报 产销策略 招投标中的 标底 及标书内容 等信息 还要进行 同一性的鉴定 是否构成 实质性相同 构成 实质性相同的 相关意见 一是 鉴定意见 评估意见 相关专家 辅助人的意见 第二 能够体现 与商业秘密 实质相同的 信息的产品 合同 一项书 第三 可以证明 备数侵权信息 与原告 商业秘密 构成实质上 相同的 其他证据 相关案件 2004年 安藤世纪公司成立 郑某为该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及股东 吴某为该公司的股东 2006年6月13日 科美特公司成立 作为安藤世纪的子公司 2009年10月20日 科美特公司 当然后来改名了 叫 安美威克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某成为 安藤世纪公司 股东 郑某和吴某 退出 安藤世纪公司 郑某在 2004年到 2014年 十多年的时间 担任 安藤世纪公司 CEO 吴某担任 研发总监 石某在 2010年到 2015年 担任 安美威克公司 产品经理 徐某在 2011年 2015年 担任 安美威克公司 客户部总监 林博科技公司 成立于 2015年 郑某、吴某 为林博科技公司 发起股东 石某、徐某 在2016年 成为林博科技公司 股东 吴某 于2016年 12月 从林博科技公司 退股 焦点 林博科技公司 郑某、吴某、石某、徐某 关于塑证信息 是否具有接触可能性 并构成实质性相同 法院认为 郑某、吴某 在 安美威克公司的 母公司 安美世纪公司任职期间 从事相关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工作 且自 安美世纪公司离职之后 成立 林博科技公司 安美威克公司提交的证据资料 无法证明 安美威克公司 在本案中主张权力的软件版本 细在 你不能证明 你不能证明你的公司 民主张权权权宁 法院肯定是不支持你的 自从请求的 所以说 在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中 三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是证明你相有商业秘密 第二组证据是证明对方实施了 侵权行为 第三组证据就是赔偿额的证据 这三组证据当中 最主要的是前两组证据 只有前两组证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证明第一我想有权利 第二你实施了侵权行为 在这两点都符合的情况下 都提供充足的证据与支持的情况下 才能够判定对方给予相应的赔偿 也就才涉及到第三组证据 赔偿额的证据 如果前两组证据 一个是商业秘密权的证据 一个是构成侵权 也就同一性的证据 有任何一个无法提供证据与支持 那么第三组证据还需要考虑吗 不需要考虑 为什么 因为第三组证据考虑的前提 是对方构成侵权 前两组证据 只要有一组证据 不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与证明 那么对方侵权吗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被告 就不构成侵权 不构成侵权 也就不涉及到赔多少钱的问题 这一讲就到这里 如果你是协会组织培训的学员 请关注培训截止日期 并尽早选课 用完协会充值的典币 逾期 协会的典币会自动归零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讲 赔偿额 反正不正当竞争法 专利法 最高院最高检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 以及最高院的不正当竞争若干问题的解释 都涉及到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当中 如何赔偿的问题 实践当中 赔偿如何认定 因侵权遭受的实际损失 也就是说 你因为对方的侵权 受到了多少损失 那么一般情况下 是什么原则 填平原则 就是你损失了一百万 我就要求对方赔给你一百万 填平你的损失 那么有些时候呢 很难矩阵你的损失 这个困难在哪 就是你的损失呢 常常你可以证明 但是你很难向法院去证明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损失 你比如说你损失了一百万 三月份你赚了五百万 四月份你只赚了四百万 那么很显然少了一百万 但是你提供证据 你很容易证明 你四月份比三月份少了一百万 但是法院要求你证明的 不仅是你少了一百万 还需要证明什么 是你少的一百万是由对方的侵权行为所引起的 也就是对方的侵权行为 跟你的实际损失的一百万 之间是有相应的法律的因果关系 你容易证明吗 这一点是不太容易证明的 就你损失了一百万 那么你很难去向法院去证明 这一百万就是由对方的侵权行为 所造成的损失 这个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所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小的概念容易证明 就你的损失容易证明 但是你的损失要让对方赔偿 必须要证明你的损失 实际的是由对方的侵权行为造成的 这个就不太容易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用侵权人所获得的侵权收益 利润来去确定相应的赔偿额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么还可以参照 在商业秘密正常情况下的 许可使用费来认定相应的赔偿额 还可以参考什么 你的商业价值 那商业价值要根据 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 以及实施该商业秘密的收益 中和来确定 也就是什么 你的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要考虑两个最主要的因素 第一成本法 我要考虑你的这个研究开发的成本是多少 第二收益法 基于这个成熟的商业秘密 投入到市场 投入到实际的使用 能够给你创造多大的价值 成本法加收益法 我来确定商业秘密的价值 那么通常要参考这两个最主要的因素 人民法院 当然也会根据商业秘密的类型 你是技术秘密 还是经营秘密 还是技术秘密经营秘密以外的 其他的秘密 还有侵权行为的性质 你是普通的侵权 还是恶意侵权 还是恶意的侵权 非常重 都是拙定来进行赔偿 赔偿额 当然也应该包括 经营者为制止 侵权行为 所支付的 合理开支 除了填平原则以外 因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第一 越来越多 第二 形势 越来越多样化 第三 越来越隐蔽 第四 给权力人造成的损失 也越来越严重 那么在 立法层面 在司法层面 为了打击 上业秘密的侵权行为 所以说呢 除了填平原则 因为填平原则 在 现在这个环境下 已经不足以阻挡 侵权人 实施侵权行为 所以说呢 那么在实践中 如何加大处罚 那么 法律规定 经营者 恶意实施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 情节严重的 可以在 按照商诉方法 确定金额的 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 确定 赔偿数额 最高多少 最高是五倍 也就是如果你能证明 你的损失 有五百万 那么 五倍以下 就可以赔偿到 两千五百万 如果 司法实践当中 能够 在评估了 经营者的恶意之后 能够按照 五倍 的赔偿 要求 商业秘密的侵权者 也就是案件的被告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相信 侵犯商业秘密的 行为 一定会得到 有效的遏制 当然 赔偿数额 也应当包括 经营者 为制止 侵权行为的 合理开支 你比如说 鉴定 鉴定你这个技术信息 是否是非工资的 第二 鉴定同一性 是不是构成侵权 这两个鉴定 都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 第三 你需要 对你的损失 进行相应的评估 对你的研发成本 进行相应的评估 那么还可能涉及到 评估的费用 因为商业密的 相关的这种 是专业的案件 专业层度比较高 需要找专业的律师 进行相应的维权 那么这个时候 这些都是经营者 为了制止 商业密密 侵权行为 所支付的 合理开支 鉴定费 评估费 律师费 当然 还包括 开厅的 彩旅费 等 这都属于 合理开支 如果认定 对方构定 侵权 应当承担 相应的 赔偿责任 具有侵犯 商业密密的恶意 刚才我们说了 经营者恶意 实施了 商业密密的行为 情节严重的 可以按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 确定赔偿数额 那么什么是恶意呢 列了这几种情况 符合任何一个 就具备了 侵犯 商业密密的恶意 第一 经通知 警告后 仍然继续实施 侵犯 商业密密的行为 第二 行为人是权利人的 法定代表人 管理人 实际控制人 第三 行为人与权利人之间 存在着劳动 劳务 合作 许可 经销 代理 代表等关系 且接触过 被侵犯的商业密密的 第四 行为人与权利人之间 有业务往来 或者为了达成合同等 进行过磋商 且接触过 被侵犯的商业密密 上面是 具有侵犯商业密密的恶意 什么是恶意啊 就是你故意侵犯的 反应 这个 使侵犯商业密密行为 情节严重 一 因侵犯商业密密的行为 被行政处罚 或者被法院裁判 承担责任后 再次实施了 相同 或者 类似的侵犯行为 第二 侵犯商业密密 为业 就是我不干别的 就把这个 当作自己的职业 第三 侵犯行为 持续时间长 第四 伪造 毁坏 或者隐匿 侵犯证据 第五 拘不履行 保全裁定 这就属于 情节严重的 侵犯行为 第六 侵犯获利巨大 或者原告 受损巨大 第七 侵犯行为 可能危害 国家安全 公共利益 或者人身健康 第八 其他可以认定为 情节严重的 情形 这些都是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情节严重的 这一讲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免费 获得点币 可将本课 转发到朋友圈 分享成功后 立马讲点币 现在就转发吧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讲 如何启动 刑事诉讼 也就是说 怎么来进行刑事立案的问题 在实践当中 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 先刑事 后明事 第二种 先明事 后刑事 侵犯商业秘密的 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 在刑法里有明确规定 就是客观上 你实施了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给权利人造成了损失 即满足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 立案追诉标准 那么刑事诉讼 证据要准备 同样 你要证明 你想有权利 怎么证明 你想有权利啊 非公知 你要证明 你的这个信息 无论是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 或者是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以外的 商业信息 是不为公众所窒息的 你还要采取相应的 保密措施 当然 还要有商业价值 那么也还要有 对方实施了 侵犯行为的证明资料 你不能只向警方说 我有这个权利 对方 是不是侵犯 我只是怀疑他侵犯 这个是立不了案的 你必须要有 对方侵犯的 初步证据 第五 损失数额的评估资料 现在 无论是他的获益 或者是你的损失 必须 二者 必须要具备一个 就是 30万元人民币以上 就构成刑事证 所以说 你要证明你的损失 在30万元以上 那么 才能够要求 公安机关 预立案 30万元以下 你只能通过 法院的民事诉讼 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但是 就不构成刑事案件 侵犬人 明知 侵犬行为 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该商业秘密的 以侵犯商业秘密罪 论 明知他人实施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而为其提供 贷款 资金 账号 发票 证明 许可证件 或者提供 生产经营场所 或运输 储存 代理进出口 等便利条件 当主的 以侵犯商业秘密罪的 共犯论处 明知 或者是阴知 我们之前也聊过 这个就是恶意第三人的 相关规定 第三人分成两种 第一种 是第三人明知 或者应知 商业秘密的 权利人的员工 前员工 或者其他单位 个人 实施了本条 第一款所列的 违法行为 仍然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该商业秘密的 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这是恶意第三人 还有 善意第三人 也就是说 他 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该商业秘密的时候 并不知晓 商业秘密的 权利人的员工 或者前员工 或者其他单位 和个人 实施了 法律规定的 违法行为 也就是说 我不明知 也不应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 使用 商业秘密的行为 就是作为 善意第三人 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行为 侵犯商业秘密吗 不侵犯商业秘密啊 所以说呢 并不是第三人 就一定构成 侵犯商业秘密 就是第三人如果是 获取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了 该商业秘密 并不一定构成侵犯 必须要区分 恶意 或者善意 如果你是明知 或者是因知 那么你就是恶意 如果非明知 非因知 那么你就是善意第三人 善意第三人 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那么企业 商业秘密的行事保护 同样你需要证明你 拥有商业秘密权 秘密性 价值性 保密性 同样你要证明 有侵犯行为 接触 加实质性相同 当然 你要排除合法来源 那么立案损失额 也就是构成刑事案件 立案的标准 30万元以上 严重后果 是250万元以上 那么造成企业破产倒闭 同样符合刑事立案的标准 单位犯罪的起行点 是90万元人民币以上 这一讲就到这里 本课程可永久学习 每60天为一个周期 可循环续期 每次续期20点币 你可分享本课免费获得点币哦 OK 请继续学习 下一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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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侵犯商业秘密的定罪要点 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的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或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这个是刑法里的相应的规定 跟不正当竞争法基本相同 这里面规定的本条所称的权利人 既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 也指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那么你实施了这些行为 情节严重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刑法的第219条还规定了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 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大家可以看到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 这个处罚 刑事处罚要比普通的侵犯商业秘密 要严重 普通的商业秘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但是未境外窃取 直接就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区别没有啊 普通商业秘密案件 情节严重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但未境外的大家可以区别啊 普通的情节严重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这是普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 再来看一下 未境外 是 大家看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情节的要求吗 没有情节的要求啊 情节严重的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普通的是情节严重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但是未境外窃取 刺探 收买 非法提供 商业秘密罪 不再要求情节严重啊 直接就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么也就是有期徒刑超过 很有可能是超过十年的啊 罪与非罪 你权利人的是否是属于商业秘密 你如果不属于商业秘密 那很显然你不构成 至少你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二 客观上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第三 是否给权利人造成了损失 那么 要满足于商业秘密的立案追溯标准 这是罪与非罪的认定 你如果就不构成商业秘密 构成犯罪吗 不构成啊 第二 客观上是不是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如果你没有实施 也不构成犯罪 第三 给权利人造成了损失 是否符合侵犯 是商业秘密罪的立案追溯标准 但是这个地方 情节严重 你比如损失30万元以上 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为境外窃取刺探 收买非法提供 商业秘密罪 不需要情节严重 就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 并不是所有的商业秘密 刑事案件 都要求情节严重 为境外窃取刺探 收买 非法提供 商业秘密罪的 就没有这个要求 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 经营者 或者不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 均可以成为 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 商业秘密的课题 我们也一再强调 三个构成要件 秘密性 价值性 保密性 秘密就是你这个信息本身 不为公众所知心 第二 你要具有价值 这个价值呢 既包括正向的 你能帮企业来赚钱 又包括 反向的 你能帮企业省钱 也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扩大了商业秘密的方法 作为技术来说 你比如技术信息 作为原来 只有成功的技术方案 才有可能构成商业秘密 但是实践当中 有一些被实验 证明失败的技术方案 虽然不能直接的 为企业创造价值 但是 它可以避免企业走弯路 在研发上走弯路 帮助企业节省成本 这个时候 也可以认定为 是商业秘密 所以说它的价值 是两方面考察 第一方面 你的正向的 能帮企业赚钱 不错 构成商业秘密 如果你不能帮企业赚钱 但是你能帮企业省钱 比如 刚才谈到的 节省研发成本 也同样是具有价值性 这是第二个构成要件 价值性的构成要件 第三 保密性 采取保密措施 我们已经谈到了 签订保密协议 或者在协议中 列明保密条款 是保密性的重要措施 那么还要符合 你是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 或者是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以外的 商业信息 都可以构成 商业秘密 三大构成要件 我们在贯穿整个课程当中 一直在强调 商业秘密 目前现行的 三个构成要件 秘密性 不为公众所知心 头号条件 不为公众所知心 不能从公开渠道 所获取 当然 也有些极端的例子 你比如说 现在人 我们使用汉字 那么 如果一个技术秘密 被人 用甲骨文写好了 放在国家图书馆里 理论上 任何人都可以借阅 但是 十年过去 没有任何人 有过借阅的这种记录 这个是不是还符合 秘密性的这种条件 就不太符合了 虽然实践当中 没有人借过这本书 但是 商业秘密要求的是 不能从公开渠道获得 这本书 虽然是甲骨文写的 虽然是放在国家图书馆里 但是 属于 可以从公开渠道所获取 那么就不再构成 商业秘密 那么价值性 我们也谈到了 现实的价值性 或者是潜在的价值性 要么你能帮着赚钱 要么你能帮着省钱 那么 必须体现你的价值 那么还有一些 属于信息 也具备秘密性 但是 不具备价值性 你比如说 属于个人的隐私 那么就不属于 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 你比如 你知道这个人的隐私 同样 它是个人的小秘密 公众也不知道 但是 为什么不属于商业秘密 你就不能给企业带来 现实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 只有能够给企业带来 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利益 才构成商业秘密 那么第三 权利人对该信息 采取了保密措施 没有采取任何保密措施的信息 不构成商业秘密 刑事案件 立案追溯标准 也在强调 造成损失 或者违法所得 30万元以上 只要有一个符合30万元以上 人民币 30万元人民币以上 都构成金氏责任 如果不到30万 但是 因为你的侵权行为 意外导致了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产生重大的经营困难 破产 倒闭的 或者 是造成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其他重大损失的 同样构成刑事案件 当然 如果要追究单位犯罪的起义点 那就不是30万了 是90万元以上 也就是造成损失 或者是违法所得数额 在90万元以上 才能追究单位犯罪 当然很多案件 其实单位是构成单位犯罪的 轻罪和重罪 造成严重后果 和造成特别严重后果 数额在哪个线上卡着 250万元人民币 250万元以上 构成造成特别严重后果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出行 如果不够 250万元 一般是三年以下有期出行 如果积极赔偿 常常能够判缓刑 在刑事案件当中 损失数额是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 也是司法机关 追赃和权利人 退赔的重要依据 损失额的计算 往往需要 账目审计 市场调查 等财务的 专业的知识 没有专业人员 和专业机构参与 很难完成 所以说当事人 可以主动申请 损失数额的鉴定 当然 一般情况下 也要选择 比较靠谱的鉴定机构 或者是评估机构 来对损失 进行评估 或者是鉴定 当然你作为侵权方 知道自己实施了侵权行为 积极退赔 让权利人 赔偿让权利人满意了 赔偿权利人 谅解了你的侵权行为 那么对于你的量刑 是有很大好处的 这一讲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疑问 可在评论区留言 或许老师会有兴趣解答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讲 第十讲 商业秘密侵权的抗辩思路 程序上抗辩 是 主体资格抗辩 诉讼时效抗辩 管辖权意义抗辩 程序性抗辩 就是主体资格 你比如说主体资格不适格 你不是权利人 那么我当然不构成侵权责任 诉讼时效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你知道我的侵权行为 但是过了五年你才想起来说 我到法院去告他 我可以证明你五年之前就知道我在实施这个行为 但是一直没有采取任何的法律措施 那么超出了诉讼时效 管辖权意义抗辩 你比如说我认为 这个案件是应该由上海管辖 但是你在北京起诉了 那我们就提议管辖权意义 这是程序性的抗辩 当然实体的还有不侵权的抗辩 不侵权的抗辩 最主要的商业命运不存在 怎么证明商业命运不存在 就从他的三个构成要件入手 三个构成要件 拿三个构成要件一再说的 不为公众所知习 具备相应的商业价值 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如果你证明三个构成要件 只要有一个不符合 你比如说你证明信息为公众所知习 或者证明它不具有商业价值 或者证明权利人未采取相应的 合理的保密措施 三个构成要件 你只要否定任何一个 商业命运就不存在 商业命运存在的前提是 三个构成要件必须全部符合 你如果证明有一个不符合 商业命运就灰飞烟灭 不再享有商业命运 第二 独立研发获得 那么你作为案件的被告 被原告 原告是享有技术秘密 那么你作为案件的被告 原告认为你侵犯了他的技术秘密 那么你作为被告 你说我不是从你那窃取的 或者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不正当的方式 我就是独立研发的 是不是合理抗辩 是合理抗辩 如果你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明 证明你是独立研发 侵犬不侵犬 所以说你作为案件的被告 你主张独立研发 你主张你的技术是独立研发的 你主张的一方就要承担举证的责任 你要随公充分的证明 证明你本身独立研发的整个事实 得到法院认可 你就不够能侵犬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技术 法律允许享有两个或者三个商业秘密权 这跟专利是不太相同的 专利授权一个 仅有一个主体 享有这个权利 不可能有 享有第二个 跟他同样的技术 享有第二个权利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商业秘密 同样的商业秘密是可以共存的 同样可以追究其他人的侵权责任 反向工程获得 什么是反向工程 就是通过技术手段 对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 进行拆卸 社会 分析 等 而获得的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 你比如说 你的竞争对手这个产品就是好 他公开的在市场上销售 你的工作人员买回来五个 交给研发团队 研发团队把竞争对手的产品 拆卸了之后 撤会分析各种技术手段 而获取了这个产品的有用的技术信息 然后你生产了同样的产品 假设对方把你告了 说你侵犯他的商业秘密 侵权吗 第一你要主张你是反向工程获得的 第二你主张这一点 那么你要提供证据与举证 如果你第一你确实是反向工程获得的 第二你向法院提供的证据 能够充分证明你实际上是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 进行拆卸撤会分析 而获得的产品的技术信息 那么法院认可之后 同样不构成侵权责任 但是你主张你要举证 而且这个地方有限制 是你获得的产品本身是通过公开渠道 或者是其他合法渠道获得的产品 你不能跑到对方的仓库里 偷一个对方的产品没有上市 或者没有打算上市 你安排相应的技术人员 跑到别人仓库里 或者跑到别人实验室里 偷了一个产品 进行拆卸测绘分析 获得了有用的技术信息 然后改进了你的产品 交出在市场上 侵权吗 当然侵权 反向工程获得的产品 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的前提是 你从公开等合法渠道获得的产品 非法渠道获得的产品 很显然不能够主张是反向工程 这个是切记 善意取得 是商业秘密的收上人 或者是被许可人 在取得商业秘密的时候 确实不知道 或者不应当知道 出让人或者许可人 无处分权 这个时候呢 一般要求善意取得人 是支付了相应的对价 如果你纯免费的 从出让人那儿获得的 一般情况下 并不是全部啊 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够主张 善意取得的 为什么 商业的常理 如果真的是一个 有用的技术信息 那么我转让给你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给你 你不支付对价 符合商业的管理吗 肯定不符合 不符合商业管理 是什么 有问题 那么你就不能够 主张你是善意取得的 只有支付了合理对价的 善意取得人 一般情况下才能够主张你是善意取得的 善意取得是不构成侵权的 通过情报分析获得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大量的情报收集 是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的 但是有的人呢 就是有很高的情报分析能力 通过公开获取的情报 得到了对方的商业秘密 这个也同样是不构成侵权的 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权 但是这个地方也要注意 你获得的情报 必须是合法获得的情报 同样你不能通过 不正当手段 或者非法手段去获取 跑去偷 或者是跑去胁迫别人 获得的情报 那么很显然 也不能主张是通过情报分析所获得的 通过情报分析所获得 获得情报本身是合法的 而且你要矩阵证明 存在着情报分析的事实 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充分证明 而且二者相同 就是你情报分析所获得的技术秘密 要跟原告 也就是一般情况下 是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是同一性 就是二者是实质性相同的 这个时候你才能主张 你的技术信息是通过情报分析获得 如果符合通过情报分析获得 就是你情报本身来源合法 你又能提供充分的证据 证明你实施了情报分析的这个事实 而且推导的技术信息 跟原告的技术秘密 是实质性相同 你就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权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商业秘密的抗辩的合法的方式 你比如说 我再转让 入股 我就把企业并购了 那么这种方式呢 同样也是合法的取得的这种方式 侵权吗 如果能够提供证据 也不构成侵权 然后第七 就是掌握的商业秘密 与肃贞的商业秘密不同 就是你说我构成侵权 两个前提 第一 你想有商业秘密 第二 你到法院去起诉我的侵权行为 说针对的商业秘密 跟你的商业秘密是相同的 也就是二者是相同的情况下 我才构成侵权 如果我实施的商业秘密 跟你的不相同 到法院两个一对比 不是一回事 那么同样 我也不构成侵权 当然因为涉及到技术信息 比较复杂 所以说呢 一般情况下 法院 简单的技术呢 可能会自己判断 但是涉及到复杂的技术 有可能聘请外部的专家 或者是外部的鉴定机构 予以同一性的鉴定 看二者的技术 是否相同 相同 那么很显然 有可能侵权 不同 那么肯定 这个侵犯商业秘密 诉讼案件的被告 就不构成侵权 赔偿额抗辩 也就是说 你认为我侵权 我这可能认了 但是你要不让我赔偿一千万 那我不认 我认为 我给你造成的损失 或者我侵权的获益 没有那么大 你让我赔一千万 我可能只愿意赔一百万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要提出主张 为什么 我只应该赔一百万 那么就要进行损失额 你损失了多少钱 我因为侵权行为 获益多少 那么提供相应的鉴定 进行相应的评估 那么 民事案件当中 权利人的损失数额 跟损害 赔偿数额紧密相关 也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 你损失了多少 法院会判赔多少 填评原则 在行事案件当中 损失数额 也是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 30万元人民币 单位犯罪 90万元人民币 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 那么有可能 构成犯罪 也有可能不构成犯罪 那么看清洁 损失数额 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那么还可以参考 该项商业秘密的 合理许可使用费 因被侵权造成的 销售利润的损失 还有该项商业秘密的 商业价值 那么商业价值 我们也谈到过 综合考虑成本和收益 成本法加收益法 来综合判断 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这一讲就到这里 我们的课程 有倍速播放功能 无论快速慢速 都不会影响 正常记录课时哦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讲 第十一讲 从秘密性或者保密性抗辩 我们刚才谈到了 商业秘密的认定 必须符合三个构成要件 三个构成要件 我作为侵权案件的被告 只要证明你有一个 不构成 不符合你的构成要件 那么你就不具有商业秘密权 你就不想有商业秘密权 我还构成侵权吗 我不构成侵权 所以说呢 这个里边 司法当中也认定 如果是属于一般的常识 或者行业惯例 仅仅涉及到产品的 尺寸结构 材料 不见 或者不见的简单组合 由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 通过观察上市的产品 即可直接获得的 已经在公开出版物上 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的 文献资料 宣传资料 网页等 商业秘密已经通过 公开的报告会 展览会等方式公开了 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 可以从其他的公开渠道 获得的商业秘密 换而言之 你这些所谓的技术信息 经营信息等 都不具有秘密性 为公众所知悉 那么你就不应该享有 商业秘密权 非公知的见底 如果你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原告 你证明你确实应该享有 商业秘密 那么还应该判断 侵权方是不是实施了 侵犯你商业秘密权的行为 一般情况下 因为涉及到技术的对比 所以说法院 或者请技术专家 或者请外聘 鉴定机构 对同一性经营鉴定 也就是他实施的 侵权行为的 涉及到的信息 跟你所主张的 技术秘密 经营秘密的 相关的信息 是不是同一的 构成同一 就有可能侵权 不构成同一 就不构成侵权 当然 还有一个保密性的规律 现在很多企业 注重保护企业的 商业秘密 所以说 都跟员工 都跟自己的合作伙伴 签订了相应的保密协议 当然 很多年以前 当时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很多企业 确实不了解 自己享有哪些商业秘密 等到侵权发生 不可收拾的情况下 才想起来 我要到法院去起诉他 要求他承担侵权的责任 但是到法院去起诉 才发觉 自己没有采取 任何保密措施 或者 虽然采取了 简单的保密措施 但是 无法向法院举证 自己 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那么 这种情况下 都不能够 认定 你想有 商业秘密权 你不想有商业秘密权 对方无论实施了 多么恶劣的行为 都不能够认定 对方 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 侵权行为 所以说保密措施 要通过 你可识别的程度 你要让别人知道 这是他的一个保密措施 你比如说 我的企业 特别是研发的团队 研发的车间 我是放在专门的地方 有专门的门卫把守 有专门的门禁的设施 这个时候 他就有可识别性 别人看到之后 就知道 哦 这个地方 是有技术秘密 或者有经营秘密 看到我们看到 研发重地 闲人免禁 这种也是一种识别的方式 那么你保密措施呢 要跟你商业秘密的价值 相对应 并不是说保密措施 越多越好 因为你商业秘密 是要干什么 商业秘密 你是要用的 用的目的是什么 是给企业创造价值的 那么你保密措施做的是非常好 但是 因为你的保密措施 太复杂 太繁琐了 导致实际上商业秘密 无法使用 那么也是 一个不恰当的行为 所以说 你采取的保密措施 一定要有 但是采取什么样的保密措施 一定是要跟你的 商业秘密的价值本身 相对应 所设信息的载体的特性 相对应 别人通过正当的方式 不太容易获得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举证 你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那么下面 情形在正常情况下 逐以防止 涉密信息泄露 应当认定权利人 采取了保密措施 一 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 只对必须知悉的 相关人员告知内容 第二 对于涉密信息载体 采取了枷锁等防范措施 第三 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 标有保密的标志 对于涉密信息 采取了密码 或者代码等方式 第五 也就是最普遍的方式 签订了保密协议 第六 对于涉密机器厂房 车间等场所 限制来访人 或者提出了保密要求 第七 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 这一讲就到这里 如果您的点滴用完了 可以办理VIP 在线充值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讲 第十二 以合法来源抗变的方法 合法继承 继受 或者善意取得 转让继承许可 等合法方式取得 都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 商业秘密 我进行了两年 我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就把这个技术秘密 转让给了某一方 他是支付了退价 很显然他是受让方 那么就合法的获得了 我的商业秘密 家里 你比如有人 亲人是某项商业秘密的原始 权利人 去世之后 他的继承人 合法的继承了 他的商业秘密 这个同样 也是合法计时的方式 还可以通过许可的方式 你比如说我使用 但是呢 我的资金有限 我的精力也有限 你比如说 我主要可能在 北上广 一线城市 来经营相应的经营 大量的二线的 或者三线的城市呢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精力 但是呢 市场的需求呢 足够大 也有很多人呢 想获得这个技术秘密 那么我呢 可以通过许可他的方式 通过他支付许可费 许可费有几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是按年支付 你比如我一年支付你一百万 另一种方式呢 是我根据我经营的情况 是我使用了你的技术秘密 每年生产一百个产品 我支付你多少多少钱 这个时候 是按基建的 来支付相应的许可费 当然实践当中 既可以采取按年的 也可以采取 你比如说 根据我的经营情况 来支付 那么也可以二者 来进行结合 支付相应的许可费 但是不管哪种方式 这都是合法的技术 善业秘密 它是一个合法的方式 来取得对方的善业秘密 还有善意取得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 善意第三人 不构成侵犯善业秘密 那么什么是善意取得呢 首先 你是要从无权处分人当中 那个地方取得 你要是从有权处分人 那个地方取得 那你还叫善意取得吗 就不叫善意取得 叫转让了 第二 交易已经完成 交易还没有完成 你就已经知道 这个是无权处分的 那么你就不能构成善意取得 第三 第三人善意 善意是什么 你不知道他是无权处分人 你才是善意的 你知道他是无权处分人 那你就不是善意的 你就是恶意的 所以说呢 第三人善意 必须你在交易的时候 是不知道他是无权处分人的 第四 你要支付了合理的对价 你免费使用 能构成善意取得吗 一般情况下 是不能构成善意取得的 必须支付合理的对价 因为无论是技术秘密 或者是基因秘密 或者是其他的商业信息 都是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的 这个时候 按照商业的惯例 合理的方式 是要支付合理的对价 如果对方说 不需要你给钱 免费给你用 这个很简单 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呢 你就要怀疑 他是不是无权处分人 或者是他 所获得的商业秘密本身 是不是不合法 不正当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 不能够 在不需要你支付对价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说 OK 那我就继续用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再是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 必须要有足够的善意 你在处分的时候 不知道他是无权处分人 而且支付了合理对价 那么你是纯善良 才能构成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的情况下 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还有一个 个人信赖抗辩 那所设的行业 强调个人技能的行业 特点说明 那么客户明确是基于 对员工个人的信赖 而志愿选择交易的声明 说明或者聊天记录 往来的邮件 你比如说 你的员工离职了 离职之后 客户主动找到 你这个前员工 说 我基于对你的信赖 继续找你选择交易 那么这个时候 就构成了 基于个人信赖的抗辩 侵权吗 不够的侵权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只能是客户主动选择员工 就是说 客户主动找到你 离职之后 客户主动找到你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主张 个人信赖抗辩 如果证明 是你主动找到客户 说 我去年从哪个哪个公司离职了 你看你有什么活可以交给我 这个不叫 个人信赖抗辩 个人信赖抗辩 一定是离职之后 客户基于对员工的信赖 主动找到 要求与其交易 而且是志愿选择的交易 这个时候 才构成 我们所主张的 个人信赖抗辩 如果提供相应的证据 证明 法院认可了他的证据 是不构成 商业秘密金权的 个人信赖 就严格条件 与相关客户的交易 未利用原告所提供的物质条件 交易平台的文件 沟通记录 而且能够提供证据证明 你不能只凭口说 说是基于信任 基于信赖 必须要有证据证明 相关的信息 是基于个人信赖 获取的 而且要提供相应的这种证据 予以证明 独立开发和返向工程 我们提到过 你公开渠道获得的产品 那么很显然 通过返向工程 进行研发 如果我能够提供工作记录 视频 文档数据 充分证据证明 我是独立开发的 或者是充分证据证明 我是通过返向工程 研发的 同样是不构成侵权的 第一我要主张 第二 我是主张的人 所以说我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予以证明 法院认可 不构成侵权 好的 关于商业秘密的本次课程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 嗨 本集听完了 恭喜您获得次课时 让我为用功学习的您点个赞 你对本课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集 加油 请继续学习的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继续学习的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继续学习的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护转发声や合体擲达 Eating 课心谈美味 继续学习的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继续学习的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